粵港澳三地在11月20日上午 在澳門國際機場跑道東面約1.5海里附近 進行聯合演習 模擬一架紅色客船和黑色混油船相撞 而模擬救援情況是這樣的 11個乘客受慶傷 澳門海事局派出南環號進行救援 但因為海上風浪太大 決定先陪同客船在安全的情況下返回碼頭 其間有一個商者突然心臟病發 海事局通知香港飛行服務隊派出直升機 接載商者到外港碼頭就義 需要疏散的五個船員 其中有一個墮海由海關派出快艇救起 其餘四個人成功轉移至救生佛 而搜救協調中心也通知一架途經的高速客船 接載救生佛上面的船員 其中一位出現遊客 南海第一救助飛行隊 立即派出直升機 接載商者到珠海九州港就義 兩架船上的商者安全到達外港碼頭之後 在碼頭接受分流和急救後會送院治療 海事局說在未來會定期和各個部門 就不同類型的海上事故組織搜救演習 加強保障海事安全 中文字幕臨時